他们一善来 其实我的注意力马上就在他们 还有人呢 就是真是想堂堂正正 那个师父一直就是教导我 The resolution on Falun Gong went through 他们经常骚扰这个 他们压抑的那个 当时是很平静 1999年10月28日 在北京郊外一家宾馆的这间会议室里 一个由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主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正在秘密举行 在座的是美联社 路透社 法新社和纽约时报等 西方主要媒体的朱金记者 他们是在当天接到通知后 被辗转带到这个地方的 我们只是想要有个安定的修炼的环境 99年10月份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消息说呢 这个人大要开会 要把那个法轮功学定为邪教 所以那么学员的这个心情呢 就是非常的那个沉重 那这个时候 很多的学员聚集到北京 大家呢就觉得 我们要把这个消息就是让外界知道 看一下 这都是靠的 这样靠 就手在这儿 就这样 靠上以后 就是把你压到地下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30个学员里头 有脱下军装的警察 也有这种非常朴实的农民 带着自己的孩子 孩子没有办法上学了 然后有的是这个上港过 十几次二十几次的 他们知道有多危险 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等来的可能是警察 也可能是记者 但是没有一个人慌张 大家都非常的神经 这个时候记者来了 当天晚上 美联社和路透社 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 第二天 纽约时报 头版刊登了新闻发布会的照片 这是国际社会 第一次有机会了解这场 在中国发生的迫害 和这个正在遭受迫害的修炼群体 对这些率先走出来 说明真相的弟子们来说 在成功的背后 是一次永生难忘的艰难历程 对当时的法轮功学员来说 这次艰难的历程 仿佛也是一个特别的象征 学员们正是在艰难困苦的 修炼与坚定中 走过那段岁月的 从1949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 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 也由政府控制 在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 公私合营 镇压反革命 反右 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六四事件等 一系列运动的洗刷后 中国人被逐步强化了一种 被叫做无限上纲的 泛政治化思维方式 这是一场要不要社会主义 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斗争 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国人民 生死存亡的斗争 在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运动中 当权者既打倒反革命 也打倒革命 既摧毁旧文化 也批判新文化 既惩罚所谓的反政府者 也惩罚爱政府者 人们在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中 逐步形成了随政府立场而转移的思维模式 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眼下中央如何说 这个时候 人们生活最重要的意义 在于逃避恐惧 到1992年 李洪志先生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功 神奇的趋病健身功效 使很多人在获得健康身体的同时 也开始按照李先生的教导 把真善忍作为指导自己思想行为的准则 这是1999年1月11日 黑龙江电视台在长春市文化广场拍下了镜头 这一天 为庆祝第九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长春举行 当地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 举行了集体成练活动 费酒喝什么都有 现在都好多了 又腰筋盘突出 腰筋盘突出 工作呀还有家庭时候各个方面呢 都觉得一点负担都没有了 家里人看到我的变化之后呢 所以现在全家都练 父母姐姐妹妹都练 我一开始经常的时候 我只知道赚钱 现在我学法轮大法以后 我们家的客人多了 都觉得我们饭店开的经济实惠 就在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法轮功改善健康 重塑人心 服役社会的巨大威力的时候 1999年7月突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镇压 这是政治嗅觉已经不敏感了的修炼的人们 始料不及的 单位就打电话通知 说下午两点有重要新闻 熟看多长熟看 我打开电视也看 原来是取缔法轮功 取缔不准再出击练功 不准几个学员在一起议论 在最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很多学员认为 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对法轮功还不了解 为此不少人给江泽民和中央领导写信 讲述自己亲身受益的情况 更多的学员则亲自到北京上访 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地方安身 北京的许多旅馆客栈的大门口 都挂着这样的牌子 街道和居民区里 见到的是这样的情景 对市民们来说 法轮功是一个敏感而又危险的话题 这部由澳大利亚电视台 拍摄的专题报道 记录了学员们当时的艰难和困苦 我们有的住在外边 就是马路上 有的住在旅店 有的住在更脏的地方都有 什么地方都有的 马路上 那个地下通道里 然后我就跟他 终于就到了那个大法弟子呆的地方 那地方实际上就是还没有盖好的房子 就是窗户有的 但是所有的加热设备 所有的那个供板设备都没有 这种炉子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一进屋的时候 就是那种普通的那个大概一室一厅 然后外屋就是地上铺的席子 然后那个墙角整整整齐齐的那个叠的那个被子 然后就是男的大法弟子住外屋 然后里面一样是女的大法弟子住礼物 然后一进门的地上就是那个报纸 有一个很大的报纸 上面就放着那个干馒头 还有那种就是我都好久都没见过那种小的时候才吃过那种大咸菜 放在那儿 然后我之后来知道他们就是说生活的标准降得最低最低 因为那个好多人就是流离失所就是没有钱了 或者说别的大法弟子接济的一点点钱 或者他自己带出来所有的那个积蓄嘛 所以他们就想把它用在正处 真正的就是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 就是到天安门或者到信访办去 上访也被称作信访 在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规定了中国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 有控告申诉举报的权利 为此各级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受理人民群众上访 的信访机构 80年代初 在处理历次政治运动中积压的大量冤假错案的过程中 各级信访机构逐步完善了各项条例 明确规定信访机构的职责是代表政府受理人民来信 接待人民来访 接受群众监督和维护来信来访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1999年7月以后 当学员们来到北京上访的时候 他们见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 中央的两个上访的办公室 它都在一起的 就国务院的和中国中央的这两个都在一起的 但是他们后来不在府邮街了 搬到南边河边去了 然后在胡同口 好几十一百多这样的便衣 也就是各地的公安派来的 你过去一看 全是公安警察 都是公安局等于接管那样 一下就等于就把我们就关在看守所了 关了我们一个月 这个时候 在中央610办公室的策动和压力下 各省市县甚至街道委员会 都设立了由专人负责的610分支机构 他们被授权超越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的管辖范围 直接听命于中央 8月各地都接到了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 否则当地领导将负全部责任的所谓死命令 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残酷迫害开始了 在北京 房山区城关镇政府将52名上访学员 强行送进周口店精神病院 在吉林长春 曾经手为李洪志先生更正出生日期的户籍警察 因为向海外媒体证实李先生的出生日期 被长春市公安局辞退 辽宁省的一个煤矿公司 在职工工资晋升条件中规定 参加法轮功练习者经教育不悔改的不再晋级之列 在山东 维方市的一个村委会 不但把上访学员的私人房屋抢劫一空 还把他们开的理发店也堵了起来 两位四川山区的名办教师 因为附近上访 被遣返后立即遭到拘捕 并处以4万元罚款 他们所在学校 因未能防止职工附近上访 被取消政府发给的3万元奖金 更多的学员遭到了残酷的殴打和虐待 1999年10月10日 从山东昭远传来凶讯 一位名叫赵金华的42岁妇女 在去地里干活时 被昭远市张星镇派出所抓走 因为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 在经过十天井棍 胶皮棒和手摇电话机过电的折磨之后 赵金华于10月7日去世 这是镇压开始后 传出的第一个迫害致死案例 听到这个消息 海外的学员们坐不住了 但是那学员就非常非常的 就是着急啊 非常想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国内的学员呢 他们就是想啊 我们要去联合国总部 所以呢 很多学员从美国各个地方 就到了就是纽约来 采取了极端压制的行为 如果事件继续恶化 可以想象发生任何人 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当时大家也并不知道怎么做 想就是开开记者招待会啊 甚至于有学员想 我们是不是要绝食啊 或者有些行动 真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大家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当时我就记着 有这么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 就就问我们说 你知道那个安南的工资是谁发的吗 还不是中国政府吗 你们说这些能有用吗 所以就说 这个就说 当然就可能说的比较过激 但是那时就是当时的这么一种事实 没有人能够听你的 或者是说真的能够做些什么 冷战结束后 国际形势的发展 开始从东西两大阵营 不同社会体制的对峙 演变成以经济利益 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市场化 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 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 其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升高 这是1999年 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 公共电视台播出的中国新闻 此时 中央电视台已经可以通过卫星 和当地有线电视网 向公众公开进行宣传 与此同时 以所谓街批法轮功为主题的 讨论会和记者会 也在中国驻各国的 使领馆主持下 时常进行 这一年9月 在新西兰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江泽民亲自将一本 诋毁法轮功的宣传小册子 送送给美国总统 克林顿和其他19个成员国的元首 10月25日 在法国接受费加罗报记者的书面采访时 江泽民首次公开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 按照中国宪法规定 国家主席是没有权利 散自做这样的宣布的 对此 《华盛顿邮报》在11月12日的报道中 引述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说 中央政治局并没有一致同意 对法轮功的镇压 给法轮功地心邪教是江泽民下达的命令 这是江的个人意志 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江泽民 这13年执政期间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你知道邓小平上台 胡耀邦主政当时 他们所有受到全国那么多人用户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平凡冤假错案 那是最得人心的 那么江泽民干了这一件事 等于制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原案 那么法轮功的这个弟子 究竟有几千万 现在说法不一 我们就说他有一千万吧 那就把一千万人都打成了敌人 除非你反悔 是不是 我们就说他在没有必要的 我们走到宽宾的 我们 went and we visited the founder of this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and a mature gentleman in his seventies you know who we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and at the meeting after speaking to him for a half hour because his first instinct well what do you want you know and i told him the story that had happened with the person at the at the hearing and he said well to be quite honest with you we're very sympathetic to your human rights because that's our business do you know but he said personally we think you're a bunch people like let me take that back people like myself think you're a bunch of kooks and the word kooks in america to me was like somebody weird or unusual he had never met anybody before one-on-one a practitioner but he had heard things and it was finally at the point where he just literally said to us just leave i have nothing else to say do you know and it was just i've never before or after ever been shuffled out of somebody's office do you know and it was just it was shocking to think that this is a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面对着一个由个人意志操控利用全部国家机器组成的庞大镇压势力 许许多多的学员都表现出了正法修炼者在逆境中的状态 从当时拍摄的这些画面里可以看出此刻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祥和与坚定 我们从镜头里看到的这个人名叫王禅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1999年迫害一开始王禅立即把法轮大法的真相材料寄给全国各省市政府部门 引起强烈反响 他还写信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江泽民 告诫他停止犯罪 却被江泽民亲自批示关押三个月 此后王禅被迫离开单位 长期流离失所 即使是在那样的逆境中 他仍旧坚定对真善忍的信仰 他曾对同修说 无论怎么迫害我们照样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谁也动不了 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 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 开创了许多地区与明慧网的信息渠道 让无数海内外人士了解到国内迫害的真实情况 2002年8月21日下午 王禅在山东梁山县汽车站被非法抓捕 七天后在吉林市看守所被殴打致死 年仅39岁 在法轮大法的学院中 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的 何止是一个王禅 1999年11月29日 在中央610办公室举办的所谓法轮功刑事报告会上透露 从7月20日以来 北京各级信访部门没有一天没拘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已有三万五千多名学员被关押 开始监狱里面的犯人也都以为法轮功学员 一个个都像中央电视台描述的一样是邪教分子 所以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也是打呀 而且他们自己跟我们讲说打的时候 那个地上的血呀是用一桶一桶的水来冲 都冲不掉的 还有我记得当时天气非常地冷 我们的监狱的旁边一个小的天井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平时在那里洗碗啊 打扫啊 那个场地都是湿的 但是玉辉呢 他就光着脚 在那零下多少度的情况下 用那个毛巾就把那个地一点一点地把它吸干 因为这样吸干了以后大家可以坐在那里去吃饭 那像很多这样像玉辉这样的学员在监狱中到我去的时候已经关过有二十个了慢慢地就觉得说那里的犯人对法轮功都有了一个正确的了解 包括监狱的仓头大姐都说以后要用真善人来管理仓房 就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承受着巨大痛苦和压力 逐渐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和人心的时候 海外的学员们也在抓紧一切机会让更多的人们了解迫害真相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国会山庄 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点 每天来参观的游客落已不绝 南面通道的这个路口是游客们上下车的地方 1999年11月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唐女士一家 开始在业余时间来这里给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 那真是现在我们都习惯了 就一大一大车的中国人下来了 那至少五十人以上 哎呀真的是感觉一种 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味道还很高兴又来了 然后就是笑盈盈地走上去给他们发资料 发出线资料说啊请了解一下法轮功你看国内那么造谣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还没说好家伙 那他们真的是一半的人破口大骂 说什么那个害死多少人 又是什么不让人吃药 又是不敛财 还说世家谋你反正 中央电视台说啥 他们就说什么 那时候就开始说我们骂过卖国了什么的 但那时候我呢我对我来说我确实是自始至终 我脸上都挂着微笑 尽管他们骂我还就是把报纸又扔给我那种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集报纸真的是 就是那种狠狠的眼光 我一直保持微笑 我心里也是安安的就是安安有发了一个愿望 那就是一定要尽自己一切的可能 特别是给中国人减轻真相 1999年11月29日 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美国举行 来自世界135个会员国家的5000多名代表和新闻人员 云集美国西北部城市西雅图 在众多情绪激动和喧闹的抗议人群中 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平静祥和的队伍 与其他团体还有的一个不同是 他们全部是利用自己的假期自费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我们工作的话每一年都有那个年假嘛 所以我们就省了那个假期 有的时候碰到那个圣诞节啊 感恩节啊 有些假我们就合在一起 我们出去的时候 有时候是在当地如果有认识的人 就住在他们家里头 大家将就将就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找一个便宜一点的旅馆 大家也是起一起 学员自己出的钱啊 在国内发资料啊 出国以后呢 我们也去过加拿大 要去过欧洲 瑞士 瑞典 美国国内就去很多城市了 旧金山啊 洛杉矶啊 休斯顿啊 芝加哥啊 波士顿啊 等等地方啊 去那里需要去讲真相 我们就到那里去讲 在当时 学员们的这些行动 被一些人看成是傻 是鸡蛋碰石头 甚至被一些人说成是搞政治 闹事 但是 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人们都知道 如果没有对真善忍的正信 如果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 这些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也绝对坚持不下去的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 国内学员呢 他们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迫害 他们的声音没有办法被听到 我们在这里说什么 至少有人会听到 不管他们是 就是说作为一个生命 他们打算要怎么做 但是至少呢 他们会听到 那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说我很 我是个很害羞 有时候不愿意在公众场合露面人 但是我有时候 就觉得必须自己要去 因为我想 好像就是说想想那个 一亿的学员在国内学员 我为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的脊梁 好像就硬起来了 然后就可以站出去讲了 正是在修炼人 坚韧不拔的付出和努力之下 形势开始出现了转机 1999年11月18日 是个星期四 两天后是美国国会 开始修会的日子 接下来的两个月 参众两院的议员们 将离开华盛顿 回到各自的州线 就在这天的下午 一向由新泽西众议员 克里斯·史密斯起草 要求中国政府 停止镇压法轮功的 218号参众两院 共同决议案 就在这里 被全体表决通过 学员们是在第二天 得知这个消息的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 一项决议案由国会议员 经过徵集草 经过徵集其他共同 起草人 在交付相关的 国会委员会讨论 通过之后 才最终提交 全体议员表决 按照通常的惯例 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决议案 还有被否决的可能 然而 218号决议案 从提出到通过 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 共同起草人有72位 学员们付出了 怎样的艰辛和代价 才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时的法轮功发言人 张儿平这样告诉我们 通常在国会里头要想 跟议员见面 跟助手见面 按正常程序 都是要实现预约 而且穿的都是西方 西装革履的 一般做游说工作的人 都是大公司的 或者智囊团 或者是利益集团 那么在国会山里 头一次看到了 是由民间自愿发起的 是一种群众基层的 这种老百姓 妇女 老年和青年人 还有学生 所以他们助手 我记得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游衰群体 他不是为了一个赚钱 也不是为了一颗私心 而是为了遥远 地球对面的 无处的老百姓 为他们争取人权 为他们来争取 这个道义支持 而且呢 这件事情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对国会来讲 也是从来没见过的 218号参众两院 共同决议案的全体通过 标志着 作为全体美国人民代表的 国家立法机构 对中国镇压法轮功的 正式表态 在国际上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国际社会上 引起更强烈反响的 是这时在天安门广场 爆发的特大新闻 这里是每一个中国人 都熟悉的地方 20世纪以来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中广场 和中华民族一起 经历了百年沧桑 49年后 这里成了政治和权力的象征 也成了老百姓心目中 表达意愿的地方 在新千年来临的那段日子里 古老的广场 每天都会见到这样的情景 发的大法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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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众殴打,但却从不还手的人们中间,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也有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有收入百万的公司经理,也有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 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年龄大的已是年过古稀,每一个有机会见到这种场面的人,都会在刹那间被震撼。 这位郭女士谈到的学员对着天打开横幅的细节,不经意间,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修炼者, 真正的内心世界。那就是法轮功学员没有把这场镇压看作是仅仅发生在人间,一个政府对普通百姓的迫害。 事实上,他们把这看作是宇宙中正义与邪恶之战,这正是大法弟子为此能付出生命的动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人民不是屈服,就是暴力的反抗。 而法轮功学员在面对这场阳酷的迫害时,他们既没有屈服,也没有使用暴力的手段, 而是始终如一地坚定地用和平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 这证明李洪志先生的真善忍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正从本质上改变了这些修炼的人, 而且是任何外者的力量都不能是他们在改变的。 后来,一位中国网民听说了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之后,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经过五十年的高压,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违心的表态,我们违心的撒谎,违心的请客送礼,违心的行贿受贿。 但是,从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存有的良性, 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保留着的骨气,看到了我们这些被强权和暴力压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 能够重新站起来,有尊严地活着的希望。 那是一段新旧世纪交替的岁月,也是一段正邪势里激烈较量的岁月。 1月19日,明慧王首页刊登了李洪志先生在99年7月离开纽约后,在山中静观学员与世人的照片。 与此同时,江泽民和罗干就法轮功问题在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江泽民说,对他们要狠点,特别是上访,发真相什么的,抓住就打,往死里打,打死算四杀,不查申缘直接火化。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就可以了吗? 我想他当中最初这么做的事,肯定是想的比较简单,以为只要这么整一整,抓几个人,这事情就散了,就完了,就输到胡孙散吧。 当然他没想到法轮功的抵抗是这么顽强,所以他就骑虎难下,就是采取一些更恶劣的镇压办法,所以他这个事情就越走越远,而整个法轮功的抵抗又是如此顽强,而且采取的这么平和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使他呢,就是在镇压上就把他那种残酷啊,就更是保护的淋漓尽致。 2000年初,罗干带着江泽民的密令,开始到全国各地口头传达。 江泽民本人也在2月,亲自到所谓镇压不力的广东等地区检查工作。 与此同时,由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共同举办的各种所谓教育转化学习班,也相继在各地的教养院、精神病院或养老院成立。 居留所、看守所和劳教所也都接到了现期转化学员的命令。 这位中国大陆学员向我们演示了他在看守所因拒绝转化而遭受的提罚。 对,这一手这样的蹲平,他让你手中挂东西或者鞋或者一些重物,让你加上你,让你泪一晃。 还有这个耳朵还要挂东西,耳朵挂东西,脑子还顶着东西。 就这样,你要是一不稳的时候,一躲的时候,他就用电污打你。 这样。 2000年1月17日,济南大学生物讲师高宪明,在广州市天河区居留所,应被强迫灌浓岩水窒息死亡。 2月21日,退休工人陈子秀在山东围方城关街办事处被殴打致死。 3月25日,银行职工张正刚在江苏淮安看守所被殴打致死。 根据当时传出的消息统计,仅在2000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全国有4万多人被拘留,5000多人被牢教,上百人被判刑。 到这一年年底,经详细核实的,就有121位学员被迫害致死。 即使是在那样残酷的迫害面前,法轮功学员们依旧坚守着真善人的原则,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改变着人性。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被关到老教所里面去,有一次警察就是为了迫使他那个放弃信仰,那你还不转话,不转话,那你等着吧。 结果就是有一天把他一个人弄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大概有大概10个警察围着他,把他的衣服扒光泼上水,然后用大概就是十多根电棍充足了电去电他。 你知道那个电棍,一根电棍垫在身上,哎,就不说垫在身上,就对一般的犯人啪啪啪一响,一看那蓝光,因为他那个是放电的嘛,一看那光,那一般的犯人都求饶了,算算算了,我错了,我错了,就赶紧就投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还大声地讲法轮大法好,真善忍,背诵那个李宏志老师写的那个,就是学员教的那个经文,大绝不畏苦,一只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当正法弱。 大声地被全楼道的人都听见了,坚持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包括那些警察,到最后所有电棍没电了,警察撤也服了,警察也服了。 抛家舍命,晴天柱,养空长孝,金刚尊,天地失色,神鬼气,万众毅力,真善忍。 2000年3月,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名法轮功学员,会聚在瑞士首都日内网,向前来参加第56届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呼吁,帮助致指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 会议开幕第一天的3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国际新闻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中国新华社也派记者前往。 这是学员们第一次与中国政府官员面对面的同时在世界媒体面前出现。 当时中共派了几个记者到会场来破坏。 他们不但不问问题,而是用法语,我们发现那也听不懂,因为我们当时都是用英文来讲。 当时这个记者很可笑,因为我们想把迫害的情况讲出来,真相讲出来,他们不让讲。 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这个真相,让国际社会知道。 那么很多国际媒体对这事情非常感兴趣,所以不但把这些事情抱出去了。 而且在内瓦当地最大的新闻报纸上,他们还登了照片,而且讲到中国政府的记者自边自演出了一个很大的丑。 在为期一个月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学员们走访了所有成员国在日内瓦的联络机构,三次在大会上发言,并举办了两次记者会和一次听证会。 虽然在江泽民政府的控制下,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也22比18被否决,但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事实得以告白于天下。 这个时候,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抗议活动还在每天不断地进行着。 从现场收录的旁观群众的议论来看,这场持续了整整九个月的暴力镇压,已经越来越遭到有正义感的群众的谴责。 5月4日,欧、亚、澳和北美等州的17个法轮佛学会联合发表公告,决定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今天我们先回来。 法轮功学员在面对最严重的迫害中所表现出的坚定和信念,永远地浓缩在了这一刻。 九天后,明慧王首页刊登了李洪志先生自镇压后发表的第一篇经文《心自明》。 随后,又接连发表了《走向圆满》、《预言参考》、《理性》等一系列指导学员修炼与正法的文章。 形式的快速变化,使学员们意识到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困难在渐渐消退,大法弟子的正法之路和修炼故事却留了下来,留在了宇宙历史抹不去的记忆之中。 今天的明慧王已经成为世界了解迫害真相的窗口,可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不会忘记那些默默开创、维护和扩大网站信息渠道的中国学员们。 今天的各国政府已经知道了法轮功的和平和理性,可是他们的执行警察不会忘记那些风雨无阻,每天出现在中国使领馆前白发苍苍的身影。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正在传遍中国大地,可是参与制作的学员们不会忘记那些无偿的资助和奉献。 2000年10月21日,美国西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旧金山举行。 1999年7月,就是在前往旧金山参加法会的路途上,李洪志先生听到了镇压的消息,中途取消了那次行程。 此刻,参加会议的学员们没有想到,他们有幸见证了这段被终止了整整15个月的行程的最终延续。 现在让我们以热力的掌声,欢迎我们,谢谢李洪志老师。 当时出来以后,那就是一种左边重逢的感觉吗? 这不是能够用语言一下子能表达出来的。 当时我记得就是全场起立长时间的鼓掌,真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难得。 而且就是说,师父出来一讲一开口,我们觉得就是师父,虽然这段时间最艰难的时候,没办法跟师父在一起, 但是师父完全完全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大家也知道,当时那真是铺天盖地的这个邪恶势力,打得相当大。 这些东西都已经被销毁掉了。 只剩下邪恶的人在表演,而且所有有正念的人,不是指我们学员,所有只有正念的常人,都在起来反对这件事情。 是因为过去的邪恶势力,是因为过去的邪恶意志了人,这个邪恶清除掉之后,人们都清醒了。 在重新审定这一切,看待这一切。 谎言啊,假象啊,都将被一个个的揭穿。 历经磨难,久别重逢。 李洪志先生的再次出现和讲法,使学员们意识到,他们的修炼与正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洪志愿者 李洪志愿者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人民不是屈服,就是暴力的反抗。 而法轮功学员在面对这场阳酷的迫害时,他们既没有屈服,也没有使用暴力的手段,而是始终如一的,坚定的,用和平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力。 这证明李洪志先生的真善忍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正从本质上改变了这些修炼的人。 而且是任何外战的力量,都不能是他们在改变了。 后来,一位中国网民听说了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之后,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经过五十年的高压,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违心的表态,我们违心的撒谎,违心的请客送礼,违心的行贿受贿。 但是,从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存有的良心,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保留着的骨气。 看到了我们这些被强权和暴力压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能够重新站起来,有尊严的活着的希望。 那是一段新旧世纪交替的岁月,也是一段正邪势里激烈较量的岁月。 1月19日,明慧王首页刊登了李洪志先生在99年7月离开纽约后,在山中静观学员与世人的照片。 与此同时,江泽民和罗干就法轮功问题在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江泽民说,对他们要狠点,特别是上访,发真相什么的,抓住就打,往死里打,打死算四杀,不查申源直接火化。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一般不发红头文件,指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就可以了吗? 我想他当初最初这么做的时候,肯定是想的比较简单,以为只要这么整一整,抓几个人,这事情就散了,就完了,就复到湖村散吧,就这个是,但是他没想到呢。 即使是在那样残酷的迫害面前,法轮功学员们依旧坚守着真善忍的原则,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改变着人性。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被关到老脚所里面去,有一次警察就是为了迫使他那个放弃信仰,那你还不转话,不转话,那你等着吧,结果就是有一天把他一个人弄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大概有大概十个警察,围着他,把他的衣服扒光泼上水, 然后用大概就是十多根电棍,充足了电,去垫他,你知道那个电棍,一根电棍垫在身上,哎,就不说垫在身上,就对一般的犯人,啪啪啪一响,一看那蓝光,因为他那个是放电的嘛,一看那光,那一般的犯人都求饶了,算了,算了,我错了,我错了,就赶紧就投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还大声地讲法论大法好,真善忍,背诵那个李洪志老师写的那个,就是学员教的那个经文, 大绝不畏苦,一只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弱,大声地被全楼道的人都听见了, 啊,简直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被侦害了,包括那些警察,到最后所有电棍没电了,警察撤也服了,警察也服了。 抛家舍命,晴天柱,养空长孝,金刚尊,天地失色,神鬼气,万众毅力,真善忍。 2000年3月,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名法轮功学员,会聚在瑞士首都日内网,向前来参加第56届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呼吁, 帮助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 会议开幕第一天的3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国际新闻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 中国新华社也派记者前往。 这是学员们第一次与中国政府官员面对面的同时在世界媒体面前出现。 当时是中共派了几个记者到这个会场来破坏,他们不但不问。 到北京上访,否则当地领导将负全部责任的所谓死命令。 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残酷迫害开始了。 在北京,房山区城关镇政府将52名上访学员强行送进周口店精神病院。 在吉林长春,曾经手为李洪志先生更正出生日期的户籍警察, 因为向海外媒体证实李先生的出生日期,被长春市公安局辞退。 辽宁省的一个煤矿公司在职工工资晋升条件中规定, 参加法轮功练习者经教育不悔改的不再晋级之列。 在山东,维方市的一个村委会不但把上访学员的私人房屋抢劫一空, 还把他们开的理发店也堵了起来。 两位四川山区的名办教师因为复经上访,被遣返后立即遭到拘捕, 并处以4万元罚款。 他们所在学校因未能防止职工复经上访,被取消政府发给的3万元奖金。 更多的学员遭到了残酷的殴打和虐待。 1999年10月10日,从山东昭远传来凶训。 一位名叫赵金华的42岁妇女在去地里干活时,被昭远市张星镇派出所抓走。 因为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在经过十天井棍、胶皮棒和手摇电话机过电的折磨之后, 赵金华于10月7日去世。 这是镇压开始后传出的第一个迫害致死案例。 听到这个消息,海外的学员们坐不住了。 但是学员就非常非常的着急,非常想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国内的学员呢? 他们就是想,我们要去联合国总部, 所以很多学员从美国各个地方就到了纽约来。 采取了极端压制的行为, 如果事件继续恶化,可以想象发生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当时大家也并不知道怎么做, 想开开记者招待会啊, 甚至于有些人想我们是不是要绝食啊, 或者有些行动真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大家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当时我就记着有这么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就问我们说, 你知道那个阿南的工资是谁发的吗? 还不是中国政府吗? 你们说这些能有用吗? 所以就是说,当然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激, 但是那时就是当时的这么一种事实, 没有人能够听你的,或者是说真的能够做些什么。 冷战结束后,1999年11月, 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唐女士一家, 开始在异余时间来这里, 给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 那真是,现在我们都习惯了, 就一大一大车的中国人下来了, 那至少50人以上, 哎呀,真的是感觉一种, 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味道, 还很高兴,就来了, 然后就是笑盈盈地走上去给他们发资料, 发真相资料, 说啊,请了解一下法轮功, 你看国内那么造谣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 还没说,好家伙, 那他们真的是一半的人破口大骂, 说什么那个害死多少人, 又是什么不让人吃药, 又是不敛财, 还说释迦牟尼反正, 中央电视台说啥, 他们就说什么, 那时候就开始说我们骂过, 卖国了什么的, 但那时候我呢, 我对我来说, 我确实是自始至终, 我脸上都挂着微笑, 尽管他们骂我, 还就是把报纸又扔给我那种,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寄报纸, 真的是, 就是那种狠狠的眼光, 我一直保持微笑, 我心里也是安安地就是, 安安有发了一个愿望, 那就是一定要尽自己一切的可能, 特别是给中国人减轻真相。 1999年11月29日, 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美国举行, 来自世界135个会员国家的5000多名代表和新闻人员, 云集美国西北部城市西雅图。 在众多情绪激动和喧闹的抗议人群中, 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平静祥和的队伍。 与其他团体还有的一个不同是, 他们全部是利用自己的假期, 自费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我们工作的话, 每一年都有年假, 所以我们就省了假期, 有的时候碰到圣诞节, 感恩节, 有些假我们就合在一起。 我们出去的时候, 有时候是在当地, 如果有认识的人就住在他们家里头, 大家将就将就。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找一个便宜点的旅馆, 大家也是起一起。 学员自己出的钱, 在国内发资料了, 出国以后呢, 我们也去过加拿大, 也去过欧洲, 瑞士,瑞典, 美国国内就去很多城市了, 旧金山, 洛杉矶, 休斯顿, 芝加哥, 波士顿, 等等地方了。 然后去那里需要去讲真相, 我们就到那里去讲。 既惩罚所谓的反政府者, 也惩罚爱政府者。 人们在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中, 逐步形成了随政府立场而转移的思维模式。 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眼下中央如何说。 这个时候, 人们生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逃避恐惧。 到1992年, 李洪志先生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功。 神奇的趋病健身功效, 使很多人在获得健康身体的同时, 也开始按照李先生的教导, 把真、善、忍作为指导自己思想行为的准则。 这是1999年1月11日, 黑龙江电视台在长春市文化广场拍下了镜头。 这一天, 为庆祝第九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长春举行。 当地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举行了集体成练活动。 费酒喝, 什么都有, 现在都好多了, 又腰筋盘都出, 腰筋盘都出, 腰筋盘很多了。 工作呀, 还有家庭什么, 各个方面呢, 都觉得一点负担都没有了。 家里人看到我的变化之后呢, 所以现在全家都练, 父母, 姐姐妹妹都练。 我一开始经常的时候, 我只知道赚钱, 现在我学法轮大法以后, 我们家的客人多了, 都觉得我们饭店开的经济实惠, 而且还挺热的。 就在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法轮功改善健康, 重塑人心, 服役社会的巨大威力的时候, 1999年7月, 突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镇压, 这使政治嗅觉已经不敏感了的修炼的人们始料不及的。 单位就打电话通知, 说下午两点有重要新闻, 都让收看, 我打开电视也看, 原来是取缔法轮功, 取缔, 不准再出去练功, 不准几个学员在一起议论, 那个时候真是非常沉重, 大家后来就互相, 那些工友通的样化, 听到了没有, 看到广播了没有。 在最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很多学员认为, 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对法轮功还不了解。 为此, 不少人给江泽民和中央领导写信, 讲述自己轻身受益的情况, 更多的学员则亲自到北京上访。 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 是没有地方安身, 北京的许多旅馆客栈的大门口, 都挂着这样的牌子。 并举办了两次记者会和一次听证会。 虽然在江泽民政府的控制下, 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 也22比18被否决, 但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事实, 得以告白于天下。 这个时候, 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抗议活动, 还在每天不断地进行着。 从现场收录的旁观群众的议论来看, 这场持续了整整九个月的暴力镇压, 已经越来越遭到有正义感的群众的谴责。 5月4日, 欧、亚、澳和北美等州的17个法轮佛学会联合发表公告, 决定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 这是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 法轮功学员在面对最严重的迫害中所表现出的坚定和幸免, 永远地浓缩在了这一刻。 九天后,明慧王首页刊登了李洪志先生自镇压后发表的第一篇经文《心自明》, 随后又接连发表了《走向圆满》、《预言参考》、《理性》等一系列指导学员修炼与正法的文章。 行事的快速变化使学员们意识到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困难在渐渐消退, 大法弟子的正法之路和修炼故事却留了下来, 留在了宇宙历史抹不去的记忆之中。 今天的明慧王已经成为世界了解迫害真相的窗口, 可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不会忘记那些默默开创、 维护和扩大网站信息渠道的中国学员们。 今天的各国政府已经知道了法轮功的 一般做游说工作的人都是大公司的, 或者智囊团,或者是利益集团。 那么在这个国会山里, 头一次看到了是由民间自愿发起的, 是一种群众基层的这种老百姓、 妇女、老年和青年人还有学生。 所以他们助手, 我记得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游锐群体。 他不是为了一个赚钱, 也不是为了一个一颗私心, 而是为了遥远地球对面的无处的老百姓, 为他们争取人权, 为他们来争取道义支持。 而且这件事情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对国会来讲也是从来没见过的。 218号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的全体通过, 标志着作为全体美国人民代表的国家立法机构, 对中国镇压法轮功的正式表态, 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更强烈反响的, 是这时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特大新闻。 这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地方。 二十世纪以来,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中广场和中华民族一起经历了百年沧桑。 四九年后, 这里成了政治和权力的象征, 也成了老百姓心目中表达意愿的地方。 在新千年来临的那段日子里, 古老的广场每天都会见到这样的情景。 八轮大法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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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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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轮大法就是好! 没有事就好啊! 在这些被警察和便衣当众殴打, 但却从不还手的人们中间, 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 也有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 有收入百万的公司经理, 也有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 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 年龄大的已是年过古稀, 每一个有机会见到这种场面的人, 都会在刹那间被震撼。 50年的高压, 说违心的话, 做违心的事, 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违心的表态, 我们违心的撒谎, 违心的请客送礼, 违心的行贿受贿。 但是, 从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 我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存有的良心, 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保留着的骨气, 看到了我们这些被强权和暴力压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 能够重新站起来, 有尊严地活着的希望。 那是一段新旧世纪交替的岁月, 也是一段正邪势力激烈较量的岁月。 1月19日, 明慧王首页刊登了李洪志先生在99年7月离开纽约后, 在山中静观学员与世人的照片。 与此同时, 江泽民和罗干就法轮功问题在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江泽民说, 对他们要狠点, 特别是上访, 发真相什么的, 抓住就打, 往死里打, 打死算死杀, 不查申源直接火化。 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 一般不发红头文件, 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 不署名, 一概说是中央批示就可以了吗? 我想他当中最初这么做的事, 肯定是想的比较简单, 以为只要这么整一整, 抓几个人, 这事情就散了, 就完了, 辅导胡尊散嘛, 但是他没想到法轮功的抵抗是这么顽强, 所以他就骑虎难下, 就是采取一些更恶劣的镇压办法, 所以他这个事情就越走越远, 而对方的整个法轮功的抵抗又是如此之顽强, 而且采取的这么平和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使他在镇压上就把他那种残酷更是保护的淋漓尽致。 两千年初, 罗干带着江泽民的密令开始到全国各地口头传达, 江泽民本人也在二月亲自到所谓镇压不力的广东等地区检查工作, 与此同时, 由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共同举办的各种所谓教育转化学习班, 也相继在各地的教养院、精神病院或养老院成立。 居留在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公私合营、镇压反革命、 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六四事件等一系列运动的洗刷后, 中国人被逐步强化了一种被叫做无限上纲的泛政治化思维方式。 在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运动中, 当权者既打倒反革命,也打倒革命。 既摧毁旧文化,也批判新文化。 既惩罚所谓的反政府者,也惩罚爱政府者。 人们在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中, 逐步形成了随政府立场而转移的思维模式。 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眼下中央如何说。 这个时候,人们生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逃避恐惧。 到1992年, 李洪志先生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功。 神奇的趋病健身功效, 使很多人在获得健康身体的同时, 也开始按照李先生的教导, 把真、善、忍作为指导自己思想行为的准则。 这是1999年1月11日, 黑龙江电视台在长春市文化广场拍下了镜头。 这一天,为庆祝第九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长春举行。 当地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 举行了集体成练活动。 背景喝,什么都有, 现在都好多了, 又腰筋盘托出了, 腰筋盘托出了, 腰筋盘托多了。 工作呀,还有家庭什么,各个方面呢, 都觉得一点负担都没有了。 家里人看到我的变化之后呢, 所以现在全家都练, 父母,姐姐妹妹都练。 就在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法轮功改善健康, 重塑人心, 服役社会的巨大威力的时候, 1999年7月, 突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镇压。 这是政治嗅觉已经不敏感了的修炼的人们, 始料不及的。 单位就打电话通知, 说下午两点有重要新闻, 都让手看, 我打开电视也看, 原来是取缔法轮功, 取缔, 不准再出几两宫, 不准几个学员在一起议论, 那个时候的错误。 你知道邓小平上台, 胡耀邦主政当时呢, 他们所有受到全国那么多人拥护,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凭凡冤假作案, 那是最得人心的。 那么江泽民干了这一件事, 等于制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那么法轮功的弟子究竟有几千万, 现在说法不一, 我们就说他有一千万吧, 那就把一千万人都打成了敌人, 除非你反悔, 是不是啊, 你改过自信所谓的。 我们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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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认识, 然后在认识, 我们在认识, 因为他的第一次人会认识, 因为他的第一次人说, 他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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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识的故事, 我说, 我们有个人在认识, 我们很喜欢你, 我们很自然的优败, 因为那是我们的社会啊, 你会认识, 但是他说, 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的故事, 我们认识, 人们认识, milkman like myself think you're a bunch of kooks and the word kooks in America to me was like somebody weird or unusual he had never met anybody before one-on-one a practitioner but he had heard things and it was finally at the point where he just literally said to us just leave I have nothing else to say you know and it was just I'd never before or after ever been shuffled out of somebody's office 面对着一个由个人意志操控 利用全部国家机器组成的庞大镇压势力 许许多多的学员都表现出了正法修炼者在逆境中的状态 从当时拍摄的这些画面里可以看出 此刻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祥和与坚定 我们从镜头里看到的这个人名叫王禅 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1999年迫害一开始 王禅立即把法轮大法的真相材料寄给全国各省市政府部门 引起强烈反响 他还写信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江泽民 告诫他停止犯罪 却被江泽民亲自批示关押三个月 此后王禅被迫离开单位 长期流离失所 对市民们来说法轮功是一个敏感而又危险的话题 这部由澳大利亚电视台拍摄的专题报道 记录了学员们当时的艰难和困苦 我们有的住在外边 就是马路上 有的住在旅店 有的住在更脏的地方都有 什么地方都有的 马路上 然后我就跟他终于就到了那个大法弟子呆的地方 那地方实际上就是还没有盖好的房子 只是窗户有的 但是所有的加热设备 所有的那个供暖设备都没有 这种炉子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一进屋的时候 就是那种普通的那个大概一室一厅 然后外屋就是地上铺的席子 然后那个墙角整整齐齐的那个叠的那个被子 然后就是男的大法弟子住外屋 然后里面一样是女的大法弟子住礼物 然后一进门的地上就是那个报纸 有一个很大的报纸 上面就放着那个干馒头 还有那种就是我都好久都没见过那种 小的时候才吃过那种大咸菜 放在那 然后我之后来知道他们就是说 生活的标准降得最低最低 因为那个好多人就是流离失所 就是没有钱了 或者说别的大法弟子 接济的一点点钱 或者他自己带出来所有的那个积蓄 所以他们就想把它用在正处 真正的就是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 就是到天门或者到信访办去 上访也被称作信访 在1954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规定了中国公民 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 有控告 申诉 举报的权利 为此 各级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受理人民群众上访的信访机构 80年代初 在处理历次政治运动中 积压的大量冤假错案的过程中 各级信访机构逐步完善了各项条例 明确规定 信访机构的职责是代表政府 受理人民来信 接待人民来访 接受群众监督和维护来信来访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1999年7月以后 当学员们来到北京上访的时候 他们见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 中央的两个上访的办公室 它都在一起的 就国务院的和中共中央的这两个都在一起的 但是他们后来不在府邮街了 搬到南边的河边去了 然后在胡同口 好几十一百度这样的 接着